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攻击我们所有人 白坑利警察局高度重视每个人在法律下受到保证的权利 我们的社区绝对不用忍仇恨犯罪的发生 这部影片将讲明什么是仇恨犯罪 以及在成为受害者或目睹仇恨犯罪的情况下 你可以采取的行动 你好 我是Mac Chang 我是这个社区的一员 也是警察权责委员会的成员 仇恨犯罪就是对个人 团体或财产私家的犯罪行为 它的动机来自受害者现实或认知受到保护的社会团体 犯例包括基于以下因素对某个人私家犯罪行为 宗教 种族 族裔 性取向 性别 残质 或者国际 如果要依法判定为仇恨犯罪 个人必须因受害者是受保护团体的一员或与之关联等因素而施加犯罪行为 仇恨言论不属于犯罪行为 例如 欲骂 侮辱 或展示攻击性内容 这个可能是仇恨事件 但是不是仇恨犯罪 那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 谷特案组的警探 Shantini 如果某个人对你做出仇恨犯罪的行为 请先留在安全的地方并且致电911 这样才能够令警员了解发生经过 亦都能够为你提供可能需要的任何协助 跟着 还需要采取其他几项措施 警员会找出嫌疑犯及任何目击者 採集任何剩下的证据通知他们的主管 而且整理案例报告 以便进一步对嫌疑犯起诉 你好 我是伯克尼市长Jesse Alligan 感谢你观看这部影片 了解伯克尼的仇恨犯罪问题 以及我们可以共同采取的措施 以便解决战争的仇恨犯罪事件 我想明确表示 伯克尼会团结一致对抗仇恨 而且无论种族 性别 宗教 性取向或背景如何 每个人都是我们城市重要的一份子 我们非常重视仇恨犯罪的问题 而且我想感谢伯克尼警察局采取的行动 不单是为了提升仇恨犯罪问题的认知 更加是为了努力调查及起诉仇恨犯罪 我们为解决仇恨所付出的努力 所共同付出的努力关键在于 更广泛提升对仇恨事件和仇恨犯罪分别是什么的认知 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采取的各项措施 所以我想再次感谢你观看这部影片 让我们团结一次对抗仇恨 若要深入了解如何提升个人对仇恨犯罪的认知 请浏览UnitedAgainstHerHateWeek.org